大家好 我是杰西家的杰西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Good News and Bad News 好消息跟不好的消息 那先讲Bad News 不好的消息 Terrible News 杰西昨天开杰西 对不起 杰西昨天开直播 然后想说回答一下同学的问题 然后结果 开了十分钟其实就断线了 杰西就不知道 自己跟一直讲讲讲讲 很开心讲 一个多小时超过一个小时 就后来发现 全部都没有录下来 真是快晕到了 因为主要就是杰西在录的时候 假设遇到比较长的时候 他先转档 然后转档之后再上传到YouTube 那就会花非常久的时间 然后在电脑前面 然后杰西的电脑 到了一定时间 他就会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 杰西假如没有在旁边看他 然后等一下可能又要重来 不然你就挡掉 所以杰西要录比较长的话 就干脆开直播的方式 虽然没有人看还是没有关系 但是 但是这次他背叛杰西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居然断线 杰西的MacBook Air 就是他的笔电 我的笔电应该是可能 他老了 他可能需要退休了 好 回来 Good News 昨天其实有个Good News 就是在不知道有没有跟杰西一样 还到现在还在玩宝可梦 杰西到现在今集会说我不想玩了 昨天才想说不要再玩了 结果呢就孵蛋 孵蛋 一般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会是Hatch 这个字 那他上面用的是incubate the egg 他有一个incubator 就是你要孵蛋器 你要去买花钱买的 然后就孵啊孵啊孵两公里 居然给杰西孵出皮卡丘 那只可爱的皮卡丘 我昨天超开心 然后又昨天就想说 啊 到底发生什么好事 就原来是发生很糟糕的事 好 来 显示一下 来 我们要开始讲 这个对话 Good News and Bad News 好 这两个人 A and B A Hi Angela Long time no see B Hey Tina How are you doing? A OK Well Actually I didn't pass my driving test again That's three times now B That's too bad A Yeah I wanted to drive to the beach this weekend So what's new with you? B Well I'm playing the guitar In a band I'm really enjoying it A That's wonderful What kind of music? B Rock We have a show next week Do you want to come? I'll email you the information They're supposed to be A Thanks I'll be there 好 这一段对话其实还蛮简单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考虑 我到底要不要念 A B 还是要念很假的声音 Hi Angela Long time no see Hey Tina How are you doing? 好 大家可以给一下建议 要不要分男生女生 还是直接都这样子念就可以了 好 那从这边开始 这一个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 这个口语实在很常讲 你说这不是中文吗 中式英文 是啊 因为讲久了嘛 就是语言就这样 那他其实呢 Long time no see 这些写在上面好了 他就是说 我很久没看到你 比较正式的是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OK 或者我可以说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大百倍子没看到你了 那你都跑去哪里了 所以我们就会说 Where have you been? 都死去哪里 没有啦 都跑去哪里了 好 那杰西的朋友呢 杰西上课都会有讲到 就是 假设 他们很久没看到杰西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一句话 那就是 杰西的闹钟刚刚响了 需要把它按掉 等一下才不会再吵 好 他们都会问一句话 最近在干嘛 等一下下面也有 就是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就是有点那种 欸 what's up 什么那种意思 那这是 what's up 是很熟的人才会这样讲 你对不熟的人 你不要跟他讲what's up 你要听起来很奇怪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欸你最近都在干嘛的意思 这是很久不见才会这样子讲 好 那 Long-time music Hey Hi 就是打招呼对不对 Tina How are you doing? 欸你好吗 OK 这在后面倒也会换色 可以耶 How are you doing? OK 这时候我们可以说 How's it going? How are things? 最近过渡 它跟how are you都一样 回答的意思都一样 OK OK Well actually I didn't pass my driving test Again 还可以啦 Well 但是 Actually是实际上的 好 实际上的这边的话 继续写上面好了 就是有点那种 As a matter of fact In fact 那种意思 就是你要跟前面后面 前面就讲 还好 后面你要讲 可是实际上是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意思 I didn't pass my driving test Again 驾照的考试没有通过 又一次表示 已经failed一次了 之前已经失败过一次 这个还好 杰西学生考驾照 也是考了两三次 比试没有过 大家可以相信吗 比试没有过 因为还没有念 更扯的是 杰西的外甥比试 大饱 他比试也没有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到底在念什么 好 不能这样子 有些人比较不会念书 那杰西可能就是 当老师的人通常都 比较会念书一点 每个人有专长 好 我们不能这样子 这样说人家 Anyway 总之呢 就是 可是明明 好了 杰西是觉得说 这种驾照考试 不是有看 就应该会过吗 那他们 一个是没看 杰西的学生是说 他完全都没有看 就进去 非常帅 那杰西的外甥是说 他有看 他在网路的题目做了很多 结果他插一题 没过 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 好 不能这样子 每个人不一样 好 我们要尊重别人 That's three times now 已经三次了 考驾照考三次 没过也有点 太惨了 所以 这个说就出来了 That's too bad 真是太糟了 好 这边下面有 reacting to bad news 当别人讲不好的消息 他人常常遇到 别人讲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都不作话 一片沉默 Silence 其实不是很好 或者嗯嗯这样子 那在英文来讲的话 你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一些回应 That's too bad That's terrible OK That's a shame 太糟糕了 有时候我们会说 Oh what a shame 太可惜了 好 那这个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 这个sorry不是很抱歉 是我很遗憾 听到这个消息 你说又这么正式吗 才不过搞架杖 这个其实 I'm sorry to hear that 还蛮常 在各式各样常合 你听到不好的消息 你就可以说这样 甚至有时候后面那个 I'm sorry to hear that 那个to hear that 都可以省略掉 直接说I'm sorry 好 杰西这 最喜欢看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 Crime and gangster Movies 或者是什么 TV series 就是那种犯罪片的 对不对 那犯罪片 你常常就会看到 那个detective 那个警探 他就去敲门 他就跟他 的 就是跟家属 报告不好的消息 bad news 对不对 然后家属当场崩溃那种的 好 那他们这时候 他们就会 常常都会说 I'm sorry for your loss 我对你的 那个loss 指的就是他 知道 那个亲人走掉了嘛 对不对 啊 我很遗憾 你的亲人走掉 I'm sorry for your loss OK 这是这样的意思 不要弄错了 他不是我很抱歉 他警探不需要抱歉 警探是感到遗憾 那就是觉得说 啊 真是太糟糕了 就是听到不好 就是你在听到不好的消息 或者你在跟人家讲不好的消息 这种 那这个特别 就是人走掉 才会这样讲 不要乱讲的一个 然后 I'm sorry 有时候也很常 杰西每次上个 都会讲这个小话 就是呢 杰西有个外师 之前有个外师的朋友 然后就聊聊聊 他女儿 他女儿呢 是台湾人 好 他是混血儿 他是混血儿 那他爸爸是台湾人嘛 所以 爸爸是美国人 所以妈妈带人 就是台湾人啦 然后杰西就说 Oh So Your wife's Taiwanese 然后他就说 She's not my wife We got the first 我们离婚了 他没有说 She's not my wife 他只是说 We got the first 然后杰西马上 他就说 Oh I'm sorry 就是这种 通常你提到 人家不愿意 讲的事情 或者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字 就是当你英文很好之后 你就很习惯 自己也就出了 I'm sorry 然后你知道杰西的外师 说什么吗 Don't be I'm happy 所以就是 他们两个离婚了 对不对 然后杰西当然是不好意思 就说 我很遗憾 可是那个外师说 不用不用 不用感到遗憾 我开心的很了 所以他跟他老婆可能 已经处得不好了 那个已经变成 Ex-wife OK 就是已经觉得 不是那么好了 好 回来怎么讲这么绝 Yeah I wanted to drive to the beach this weekend So what's new with you? 好 我想要开车 这个wanted 为什么用wanted 因为过去想要 就是 他本来打算要开车 开到海边去玩 在这个周末 好 但是因为没有加招 没有过就不行了 对不对 你说违规上路太危险 拜托大家 不要这样做 So what's new with you? 那 你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啊 这个what's new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what's up what's new with you? OK No how are things with you? 这都可以 Well I'm playing I'm playing 对不起 I'm playing the guitar in a band I'm really enjoying it 好 那这个play 其实 用蓝的好了 啊 别啊 别闹啊 play the guitar 乐器一般来讲的话 会有了 好 弹钢琴 play the piano 好 弹小提琴 play the violin 但是呢 假如是打棒球啊 baseball 打篮球 play basketball 好 再一个 play badminton 羽毛球 像这种 运动的话 就不需要乐 可是乐器 其实通常都需要乐 好 我现在已经讲太久了 这期把它关掉 等一下就结束了 好 我现在在乐队里面弹吉他 我很喜欢 I'm really enjoying it 不要说 我很开心 我很喜欢 对不对 that's wonderful 这是好消息 听到好消息 that's great news I'm happy to hear that 这里的话 通常 反正好的 随便你要怎么讲 直接刚刚那个 that's great that's fantastic 或者我可以甚至说 夸张一点 that's awesome 都可以 好 那那个 I'm happy to hear that 其实杰西比较常听到是 I'm glad to hear that glad好像比较正式 对不对 它其实也是很开心的意思 that's great news ok 就是听到很好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讲 好 然后 what kind of music 你弹什么样的音乐 ok rock we have a show next week do you want to come ok 他表演 跳棍音乐 对不对 然后他们下个礼拜 有一个秀 你说这边为什么 不用未来 因为这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其实我们常都可以 用现在简单式 来代替未来式 那你要不要来呢 也是一样 want这个字 不太会用未来式 want的话 切动简单式 代替未来式 到时候要不要来 好 那这边就用未来 I will email you the information 我会把那个 相关的讯息 email给你 Thanks I'll be there 我一定会去 我会在那里 这是 在慢慢学 就是我们之前 有讲到 那个will的用法 对不对 这里是一个promise 我将会怎么样 我会在那里 I'll be there 那I'll be there 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你会 边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会在他们身边 帮助他们 Don't worry I'll be there 这样子 好 然后下面是一些 让同学练习的 好 到底 人家讲这些 你要讲 Good news 还是Bad news 比方我说 I'm learning Italian 这是好消息 还不小消息 那是好消息 That's great That's wonderful 直接上个让学校 当同学练习的 I bought a house That's fantastic 或者说 Oh That's it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为什么同学 因为同学有点debate Debate是什么呢 这是争议 因为对某些人来讲 是好消息 对某些人来讲 可能是不好消息 我买了房子 天哪 你有三十年的房贷 那个mortgage 三十年房贷要讲 那太惨了吧 That's terrible 可是有人觉得很棒啊 买了房子 对不对 I feel my midterm midterm是期中考 那期末考是final 或者是final exam 那这个就没办法 这一定是bad news That's too bad That's a shame 好 然后顺便讲一下 我怕忘了 结析语被问到延闭 同学被当了三颗 上学习两颗 下学习一颗 所以就要延闭 问结析延闭怎么讲 你查了一下 有一个用defer d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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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uation 的样子 爬一下 Picaccio defer 对没错 defer graduation 好 那这边的话 其实那个defer graduation就是你要延迟毕业 你可以全部都通过 可是你不要现在毕业也可以 好 跟中文的延闭会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这样的意思 好 下面 I got promoted 这好消息 That's good news That's too That's wonderful 因为近身嘛 因为近身嘛 喝个水 Promote I got promoted 就是 我升迁了 我出头了 好 I was fired Oh that's too bad That's too bad Fired被炒鱿鱼了 对不对 OK 跟那个I quit 我辞职了 这哪一个是好消息 哪一个是坏消息呢 就 这个前面一定是坏消息 I quit不一定是坏消息 你不买你的工作 那你终于辞职 That's good That's great 对不对 好 I'm having a baby 这最好消息 我怀孕了 我要生小孩子了 那你就说 Oh that's wonderful 有的人就会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That's too bad That's terrible 因为为什么 有人喜欢小孩 有人不喜欢小孩子 好 I broke my foot That's too bad 这一定是坏消息 对不对 脚摔断了 I just got married 好的 The good 接下来有讲到一个 就是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好消息 对别人来讲是好的时候 我们还会说 Oh good for you 对人来说是一个好事 会是这样子的 I passed it I got 100 Oh good for you 真好 很好的样子 I just got married Good for you 这也是有点debate 大家有点争论 到底好不好 有的人想结婚 有的人不想结婚 对不对 I lost my wallet 我皮泡丢掉了 Oh that's too bad 接西常做这种事情的 请不要再做了 最后 还没有 为什么这么多啊 I want two concert tickets 我赢了两张 电影票的门票 That's wonderful 太棒了 电影票 concert是音乐会演奏会 接西明天 对礼拜我要去看卡门 期待 Looking forward to it 中文讲很期待的话就是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解析在雪梨的 Stathney的 Upper house 歌剧院 去看的那一个就是 卡门 写下面好了 歌剧 有一部歌剧叫 卡门 卡门应该大家蛮有点印象的 就是 就是卡门 有点懒得解释了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然后演得好的真的很好 因为杰西很喜欢卡门这部歌剧 所以看了很多各式各种不同版本 结果到雪梨的Upper house 去的时候有点失望 第一个因为位置没有坐得很好 真的 假如你有机会去雪梨 然后去那个歌剧院的话 真的奉劝 你有经历能力的话 就坐前面一点点 你的位置会比较好 因为他的歌剧院真的就很小 可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杰西自己的个人感觉 他的音效又没有那么好 你坐在后面一点的位置 你真的觉得 那个音效就是不好 而且呢 那个整个气氛的感受就没有那么佳 然后就觉得说 老实讲觉得唱的没有 杰西在那个DVD上面看得好 可是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你知道DVD能够做出DVD 能够就是去 被人家录成DVD的 那个当然都是很知名知名的歌手 对不对 看那个就要花很多钱的 话说回来 谁啊 Presito Domingo 那卡列拉斯来台湾的时候 杰西有去看 有点失望啊 他真的唱得不太好 年纪有点大的 反而是跟他搭配的女星 杰西忘记是谁了 唱得非常好 好回来 I'm going to travel to Korea Oh 学生说 Congratulations 我说Congratulations 好像不太会这样用 恭喜通常会用在哪里 I'm having a baby Congratulations I got promoted Congratulations 可是 I'm going to travel to Korea Oh that's good That's great 这里就比较不会用 Congratulations 但同学用 Congratulations 我就说 好吧也可以 因为有两个同学 都非常开心的 要到Korea 韩国去玩了 然后我们期待 看那个猛男秀 猛男叫Hunk OK 然后杰西又给他们看 六头鸡 还有八头鸡的那个照片 好回来 I'm not sleeping well That's terrible That's too bad I'm planning to get a pet Pet 我打算要养宠物 Get a pet 就是我要 Pet是宠物 对不对 我要养宠物 That's good news That's great 对不对 好 解析现在要跟大家讲解析 目前的状况 就是 I'm having a bad headache 或者是 I'm having a migraine 一些偏头痛 或者是有点 就是头痛 一早起来就头痛 最讨厌就是这种 一早起来就头痛 就是马上要吃药 然后晚上要上课 所以就 现在声音也会听起来 有点怪怪 不太舒服 但是音乐绝对没有录成功 所以就非常不开心 想说今天录一个简单的这样子 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好像也快点 有点没声音了 保留一点声音 等一下 晚一点要去上课 然后 然后想讲什么呢 晚上看看 因为今天状况比较好 本来说 晚上回来 回到家今天晚上可能蛮晚的 大概可能要 觉得十点半 十一点之后了 好 那到时候看看 有时间的话再开台来 讲 昨天没有讲的部分 其实是重讲 昨天讲过的部分 真是太凄惨了 好 没有关系 就是 就再讲一遍嘛 就更熟一点而已这样子 那有空的人可以上去看一下 不过虽然因为有点晚了 应该有人要上课 那没空的人就可以隔天再看看 OK 好 今天要讲的是那个 有人问到 think gaps suppose assume 这几个其实都很像 那就是同学问到有什么不同 联系本来觉得都差不多啦 后来有帮同学查了一下 其实真的还是有一些些差别 然后在讲的时候 可是其实你假如讲很习惯了 你会不知不觉地用出来 但是当你不是很熟的时候 你想要知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那这个详细的部分 继续晚上再说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 祝大家 Have a good day Have a wonderful day OK I'll talk to you later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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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